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第四十三集 孙玉后老两口算来算去 最后还是一致认为 只能向金郡海家借这笔钱 但这也够让他们难偿了 当然只要他们开口 估计这家人不会拒绝的 他们太麻烦人家了 早年间 玉婷成家后 他们没地方住 白白在人家门上住了好几年 以后虽说他们把家搬到了这里 但少平和兰湘晚上没地方住 还不是在人家那里借宿 再说 平时金秀对兰湘 金波对少平经常拿吃拿喝的 金波他妈也对这两个孩子 没少操过心 两个念书娃娃的制服 少安妈不会做 还不是金波他妈 在他们家的缝纫机上给做吗 人家对他们这样好 他们又给人家回报不上什么 除过分粮分土豆和一些重劳动活 他们能帮上忙外 其余就只是他们沾人家的光了 现在他们又要开口向人家借这么多的钱 而且不能肯定什么时候还人家 真难开口啊 但没有办法 为了使儿子的婚事体面一些 他们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孙玉后当晚决定 他第二天就去金郡海家借钱 他们唯一担心的是 郡海不在家 借这么大一笔钱 金波他妈敢不敢承担 钱的事拉完后 鸡已经叫了两遍 但为儿子婚事操心的两位老人 还是睡不着 他们又从被窝里伸出胳膊 搬着手指头 计算了半天应待的客人 绍安的两个宜家和三个旧家 这不必说 婚丧室娘旧亲向来都是上宾 兰花一家 玉婷一家 金郡海一家 大队的领导人 村里和孙玉后 绍安相好的村民 绍安在公社当文书的同学 刘根民 当然 还要请润业 不管人家顾上顾不上回村来 现在 孙玉后坐在金郡海家的椅子上 一边抽汗烟 一边忍不住打着哈欠 等着郡海两口子回家来 他想了半天 准备拐弯抹角的开口 向郡海借钱 但又觉得没必要 还是直接了当说吧 万拐来拐去 最后还不是向人家借钱吗 孙玉后坐在这里 心里忍不住感慨万端 十五年前 他为弟弟的婚事 就是这样难长的 到别人门上去借钱 十五年后的今天 他又为儿子的婚事 来向别人借钱了 庄家人的生活呀 什么时候才能有个改变呢 如果就按现在这样 一村人在一个锅里搅吸筹 这光景还会一年不如一年的 庄家人现在谁有心劲受苦 反正一天把公分混上就行了 因为你就是正命劳动 到头来还不是和耍奸溜滑的人 一样分凉分红吗 谁愿意再当这号木脑瓜 不一刻 金俊海夫妇把汽车上的东西搬回家来 搁在旁边窑里 就赶忙过 玉后这边来了 俊海很快给他递上一根纸烟 玉后推让着说 我还是抽汗烟 纸烟抽不惯 一抽就咳嗽 我刚听秀他妈说 绍安从山西找了个媳妇 司机金俊海把工作服脱下 放在炕边上 挽起袖子一边洗手 一边先提起了绍安的亲事 正好 玉后赶紧说 就是的 是他二妈娘家门上的 好女娃娃 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俊海用毛巾把手擦干 坐在玉后旁边 把金波妈端上来的茶水 往玉后面前挪了挪 说 玉后哥 你喝水 我不渴 女方提出 春节就过门来 那你还得简单过个事来 我在路上和秀他妈还说起 绍安结婚的事 估计要办事 你们现在手头比较紧张 你看需要不需要钱 需要的话你就开口 我家里能拿出来 孙玉后一下子对俊海 夫妻俩能这么入微的 体谅人的困难 感动得眼圈都红了 他说 我正是为这事来的 想不到你也正回来了 还没等我开口 你们就先说这话 哎 我麻烦你们太多了 歪好开不了这口 金波他妈在旁边说 这有个什么嘞 你们一家人 一年为我们出多少力气呢 俊海在门外 没有你们一家人帮扶 山里分下一把柴草 我都拿不回来 玉后哥 你就不要难为情 你看得多少钱 三百元够不够 金俊海问他 孙玉后说 用不了那么多 约吗 二百来块就差不多了 俊海马上对爱人说 你去给玉后哥 拿二百块钱来 金波他妈 很快就到另一孔窑里 拿钱去了 孙玉后连忙说 先不忙 赶春节前有这钱就行了 金俊海说 你先拿上 衣服被入这些东西 要提前准备来 粮食怎样 这我实在没办法帮助你 我的口粮是定量的 家里人在生产队吃粮 又没公分 就那点人口粮 我一年也要在外面买粮 给他们补贴来 这我知道了 粮不要你操心 我再另外想办法 金波他妈把钱拿过来 递到孙玉后手上 说 你再点一点 这还用点 孙玉后把这卷钱 装进自己的衣袋里 正准备走 见大堆副书记 金俊山进了门 金俊山和金俊海 是书白兄弟 两家人尽管血缘不远 平时也从没 为什么事争吵过 但俊海家和俊山家的关系 远不如和孙玉后一家人的关系亲密 但终究是门中人 俊海每次回家来 俊山都要来看他 平时俊山和他儿子金成家 托俊海在黄园买个什么东西 他也都热心的为他们办理的 妥妥当当 我看见公路上的汽车 就知道你回来了 俊山进门后对俊海寒暄说 我顺路回家 明天就要去包头拉货 孙大哥你也来了 金俊山扭头和孙玉后打招呼 听说绍安找了个好媳妇 春节就准备结婚呀 就是的 金俊海突然开口对金俊山说 哥 你家里有没有一点余粮啊 金俊山奇怪地问 咱 是不是你要粮食 有嘞 要多少 金俊海说 我不要 你要是有余粮的话 能不能给育后哥借上一点 他春节要给绍安办事 缺一点细粮 我家里没长余的 孙玉后没想到 好心的俊海 又替他开口向金俊山借粮 就急忙说 不要为难俊山 他也不宽裕 我再想别的办法 金俊山是个惊人 他绝不会把话头收回 立刻对孙玉后说 看孙大哥说的 俊海开口和你开口一样 少安办事啊 我乐意帮助他 你怎么不早言传呢 你说 你看你需要点什么粮 金俊海把金俊山逼住了 他不得不如此对孙玉后表态 而现在孙玉后反而又被金俊山逼住了 看来也不得不向他借粮了 他要是不借 反倒又伤了金俊山的脸 他只好回答金俊山说 待客只吃两顿饭 一顿和了 一顿油膏 大概得二斗荞麦 二斗软梅子 金俊山慷慨地说 没问题 罢了 你叫少安来我家里盘 当孙玉后出了金俊海家的门 往回走的时候 心里一下子踏实了许多 现在好了 钱也有了 粮也有了 这两个大问题一解决 其他事都好办 他想 过两天 就让少安带着秀莲 到县城去 给秀莲扯几身 食心衣裳 孙玉后一身轻松回到了家里 少安他妈已经开始做午饭 秀莲坐在炕上 正给老奶奶梳头发 要是平时 这位老人家一般都是闭着眼 似睡非睡 或者把少平给他买的纸腾片 从瓶子里倒出来 反复地一遍又一遍地数 直到发现一片也没少 才又装进瓶子里 他舍不得吃这药 这两天 老人家忘了数药片 瞌睡也没有了 一天到晚都高兴地睁着红眼 傻笑着 看他的孙媳妇 在他面前走来走去 并且时不时高兴地 开一把老泪 秀莲有时就体贴地 坐在奶奶身边 给他背上搔痒痒 喝着把他的几缕 稀疏的白发里顺 在脑后 挽成河头大一个小发剂 老太太不时用他的瘦手 满怀深情地 在秀莲身上抚摸着 少平出山劳动去了 兰湘在石鸽节学校 现在家里就这三辈三个女人 于后问老伴 少安嘞 少安妈正赶面 说在坡底下的汗烟地里 孙玉后看秀莲在家 她不好给老婆说 她借到钱和粮的事 就出门找少安去了 少安怕秀莲人生地不熟 待着寂寞 这几天也没出山去 她现在正在坡下 他们家那块汗烟地里 把根部黄了的烟叶摘下来 准备晒干揉碎 过一段时间提到石鸽节卖几个钱 孙玉后走到烟地里 兴奋地迫不及待地把他借到钱和粮的事对儿子说了 少安听了父亲的话 有点生气 你怎么借那么多钱呢 那么多钱以后怎么给人家还 最多一百块钱就够了 你把另外那一百块钱再还给人家 孙玉后说 二百块也不宽裕 这是我和你妈商量过的 你要理会我们的心情 你是老大 我和你妈头一回娶儿媳妇 我们老两口心里高兴 就是把老骨头卖了 也要把你的事办体面一些 要不 我和你妈心里过不去啊 你不知道 为你的事 昨儿晚上我们一夜也没合眼 再说 你十三岁上回来帮扶我们 支撑这个穷家博业 受了不少苦情 我和你妈都心疼你 现在你要结婚 这是你一辈子的一件大事 我们不把你的事办趁心一些 就是睡在黄土地里 也合不住眼呢 孙玉后说着 就搁就在汗烟地里 低清着白发斑斑的头颅 抹开了眼泪 父亲一席话 使少安忍不住热泪盈眶 父母之心啊 天下什么样的爱 能比得上父母之爱的伟大的 此时此刻 少安再不能责备父母 为他的婚事借这些钱了 少安强忍住泪水 对父亲说 爸爸 我知道你和我妈的心 既然是这样 钱借就借了 罢了我想办法还 只是粮食 不要向金骏山借了 我已经和大队说好 在集体的储备粮里借一点 现在私人手里 粮食都不宽裕 孙玉后 用粗糙的手掌 开去脸上的泪水 说 那我明天再给金骏山回个话 就说 你已经提早把粮借下来 就不再麻烦他 另外 过两天你带着秀莲 到县城去给他扯几件好衣裳 这是老规程 反正迟早总得有这么一回 现在趁有空办了 结婚时就省了事 再捎带着 给你也扯一身新衣裳 父母提起 让绍安带着秀莲 去县城扯衣服 使绍安马上想到了 县城教书的润液 他心里忍不住隐隐作疼 他难受地想到 润液 现在还不知道 自己找了媳妇 如果他知道了 不知他会怎样 看待这件事 也许 他会恨自己的 绍安对父亲说 县城太远 扯衣服还是到米家镇去 米家镇的布料 不比县城差 孙玉后说 那也好 长篇小说 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演播 杨晨 张震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